這個MAT60 Pro Plus 還有摺疊新機喔 20秒鐘 它原本的備貨量就已經賣光了 好 另外呢 也有人說 這回華為的新機 它搭載這個衛星的通話功能 是繞開美國的通信 所以使得華為有一個最大的賣點 這個是呢 唯一一款CIA 沒有辦法監控的手機啊 同時我想請亮哥 幫我們說一下 這個荷蘭的光科機巨頭 ASMO的CEO直接說了 你完全孤立中國 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中國有14億人口 而且聰明人很多 你越制裁只是迫使中國 變得非常創新 不過ASMO是最擔心的啦 因為DUV 它知道中國快要做出來了 對 那萬一被你逼到了EUV 在五年內也做出來了 那ASMO不是完蛋了 對不對 事實上我跟你講 這次衝擊最大的是 不是蘋果手機啦 衝擊最大的是高通 高通 高通的通訊晶片 如果中芯做得出來 7nm 5nm都做得出來 那誰還要買高通晶片啊 而且中芯 它的價格一定比高通便宜嘛 所以搞不好這個還會外延到 中國大陸其他的本土手機勒 那你高通怎麼辦 高通在中國大陸的營收占62% 所以高通的股價跌幅實上超過蘋果 蘋果事實上並不是因為華為衝擊啦 因為華為我們估計 它今年到年底的出貨量 大概就是幾百萬支啦 那可是明年衝擊就大啦 因為明年大家就開始 對它的出貨量有信心嘛 所以華為一定還會出其他的系列 所以整體銷售 因為去年是三千萬支嘛 我認為今年超過四千萬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啦 那明年搞不好就衝到六千萬 七千萬 結果它慢慢就回來了這樣 那光是中國市場就夠了 所以蘋果現在是在擔心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這種氛圍 比如說FBI還要進一步打壓 那中國大陸一定也是非常火大啊 它現在就已經在傳了嘛 說要求那個官員公眾場合 不得使用蘋果手機對不對 我想沒有人買手機 一支是公眾場合使用 一支是私底下使用吧 所以這個就會使得 中國大陸的中央到基層的官員 大概都不用蘋果了 那這有多少人 這個就是一個謎啊 因為如果只有公務機關 大概是七百萬人 可是如果包括事業單位呢 那有人有算過 超過四千萬人 那你認為這個會不會產生 這個帶頭效應 一定會的嘛 比如說你如果是黨員 現在所有的官員 事業單位的員工都沒有在用蘋果 那你好意思用嗎 我不敢用 對啊 那它的黨員有九千四百萬 所以你去想一想這個 對蘋果的殺傷有多大啦 而且這些人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收入的人 所以你蘋果的市佔率 像我一些研究蘋果的朋友 都說蘋果這一波 恐怕至少少三分之一 就是中國的市佔率 它在中國大陸的營收佔19% 所以你少掉三分之一等於你就 就莫名其妙少到將近六七個% 這是重大損失啊 那這個就是這種氛圍造成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美國政府他自己要評估啦 因為FBI他當然嘴巴要這樣嚷嚷啊 不然怎麼對國會交代 國會還有個中國小組 講得更兇 可是美國商務部會不會真的這樣做 我覺得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坦白說 華為本來就被他制裁啦 他現在是說 是不是要把中芯國際比照華為列為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有所謂的刺激制裁嘛 刺激制裁就是說 不只是我美國的公司不跟你打交道 而且我還要我的盟友的 所有的公司都不要跟你打交道 這個影響可大了 那那個荷蘭的DOE也不用賣啦 不是嗎 因為那個就是他的盟邦嘛 你要玩這麼大嗎 我真的打個問號啦 因為荷蘭的國家利益都跟你不一致了 你看那個阿斯麥爾 那個那個 威尼格爾 他就是他的CEO啦 在那邊 他接受採訪嘛 他就說 西方世界真的太高估自己了啦 那個中國 這樣的國家 人才那麼多 資金那麼多 那國家的意志又這麼強 怎麼可能會做不出來嘛 所以坦白講 我覺得他就是第一個講真話的人 就是阿斯麥爾的老闆啦 那那個CEO他講這個話 當然也因為他知道他的危機最大了 那我認為美國內部的公司 還沒跟進講話啦 事實上更應該跟進講話的是高通啦 高通一下就死定了我跟你講 然後蘋果啦 還有還有還會有很多啦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要這樣 人家好不容易 就是打破了你那個第一階段的科技的一個包圍嘛 然後你現在就要再加碼 那表示你這個國家輸不起 不是嗎 你堂堂美國 竟然用整個政府的力量 在對抗一家公司 這變成國際笑話 全世界哪有發生過這種事啊 對一家公司 整個政府的力量 國會也進來 FBI也進來 CIA也進來 笑死人啊 而且只是因為他出了一支手機 對啊 感覺他好像是恐怖分子啊 不就是很不可思議嘛 而且又不是軍用 還沒達到 我知道啦 可是就是說他又不是軍用 對不對 大國夾擊當中求生存呢 另外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的就是華為了 現在傳出華為 美國的部分 FBI也要介入調查華為的新手機晶片 另外呢 當然現在外界都認為說 中芯的執行長梁孟松 這一回助攻 中芯邁向7奈米 好白宮接下來呢 會不會對他進行 所謂的個人制裁呢 另外呢 這個MAT60 Pro拆解之後 意外發現 有使用SK海力士當中的商品 但是海力士說 我沒有 我沒有跟你合作啊 因此他們決定要展開調查了 不過呢 這個華為的新機 他們又在宣布推出了 這個60 Pro Plus 還有折疊新機 MATX5 啟動了預售 要來迎戰蘋果的i15 20秒就賣光了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華為強勢回歸 第一槍當然瞄準的是蘋果 同時也重傷了OPPO 現在出貨量已經暴漲了76% 外界的預期是 如果這個MAT60能夠賣出200萬部 那麼高通會成為最大的輸家 這當中大家也有在討論的是 華為新機搭載一個衛星的語音通話功能 現在呢方案出爐了 一定要用的是中國的電信 那每個月是10塊錢 這個是最便宜 算一算大概可以通話兩分鐘的時間 那陳鳳馨他的分析 他說美國之前對於這個華為的制裁 是管制性的 政治圈現在呢 很可能已經會要求商務部全面禁止出口 好 所謂管制性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呢 中芯的商品都必須要經由這個美國的商務部 事先來做一個審核 取得許可證就可以出口 因此你知道嗎 每年其實還是有上千億美元商品 持續賣給華為跟中芯 好 接下來會不會變成全面禁止進口呢 出口呢 請大千哥來幫我們講一下華為的部分 華為現在不得了 FBI都要介入調查 而且會不會對梁孟松 產生個人的制裁啊 華為的這個新手機 現在已經成為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這個突圍的一個重要的代表 所以它的訂購的數量非常的高 那麼如果大家看看小紅書 看看這個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 就會發現說 這個展現愛國行為 就是去買華為的手機 對 那麼那當然你說華為手機在面對 歐美的這個全面的科技圍堵 你說它的這個功能要做到有這個超級無敵好 那麼對它可能太過於嚴苛了 但是關鍵問題是華為在這個面對整個歐美 美國勢力的這些歐美國家的 這個全面的科技圍堵情況之下 它還能突圍 這個意義就已經很重大了 就原本大家都看 所以說你看我現在就全面圍堵你了 不管是這個EDA或者是這個EUVDUV 我想盡各種辦法封殺你 我就不讓你會有高階晶片 然後甚至點名了華為點名了中芯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華為還能夠硬生生的推出一隻手機 我要先說句實話 先姑且不論這個手機的性能 那當然因為有很多人在檢討說 大家性能怎麼樣照相好不好 什麼握起來太大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它能夠推出來就很了不起了 那我覺得美國FBI是閒著沒事幹就對了 就是說你莫名其妙的去針對了一家賣手機的公司 它又不是賣飛彈 它又不是賣無人機 它不就做個手機你到底在緊張什麼嗎 然後賣了個手機美國FBI就要開始來進行調查了 那到底這個調查的理由跟這個基礎的論述 正當性到底在哪裡 就原本你打擊華為打擊中芯 這關鍵是因為你認為 它跟中國大陸的軍方有合作 那出個手機跟軍方到底有什麼合作 就是大家要知道 其實每一家公司在進行生產的 各式各樣的產品或者是服務的時候 它不可能只針對這個軍事用途 它可能針對商業用途 可能針對民間用途 可能針對軍事用途 任何產品都是如此 不要說別的光超市賣個雞蛋 你覺得它這個不會賣到軍方去嗎 它也有可能賣到軍方的富士供應站去 所以任何東西如果你硬要把它跟國安扯在一起 所以你只要跟軍方做生意 你就罪該萬死 那完了 那中國大陸所有的企業都可以被貼上這個標籤 如果中國大陸用同樣的標準 那你雷蒙多也不要在那邊廢話了 你們美國所有的企業也都可以被貼上這樣的標籤了 所以你要不要把國家安全無限上綱 這才是關鍵的問題吧 就是你FBI閒著沒事幹道去處理這件事 你放著美國現在一大堆大城市在那邊 零元購的搶劫 美國的治安敗壞到了極點 你FBI做不做點積極的處理 你居然去處理這個華為的晶片到底是從哪來 怎麼來的 這個意義根本不重大 那但是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要治中國大陸於死地的這種決心是很堅定的 千萬不要被什麼布林肯 不要被雷蒙多 不要被葉倫騙 他們就算派100個人來 他們都還是要把中國大陸打死 這就是他們現在心中的盤算 所以就剛才亮哥講的 中國大陸也把底牌掀了 我也懶得理你 我也不陪你演 我能給你難看 我就給你難看啊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那你說這個 它的零件有沒有可能從海力士來 這也未嘗不無可能 因為海力士的產品賣到全世界去 他怎麼知道跟他買晶片的這個人 會不會轉賣到中國大陸去呢 所以在先前我們看到美國當時宣布說 NVIDIA的產品不准賣到中東去 其實當時外界就猜測說 那是因為美國怕中東國家把NVIDIA的AI晶片 轉賣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但是問題是說有必要做到這麼絕嗎 還是回到我剛才的論述點 就是說他只是一隻手機 他不是個飛彈又不是一個無人機 你連手機都要做這樣的封殺 你不是逼著中國大陸要跟美國硬幹嗎 當中國大陸跟美國發生不管是貿易衝突 政治衝突 軍事衝突 倒楣的都不會先是美國 都是我們 所以我們剛好夾在正中間 非常不幸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認真的思考了 就是美國這樣子做 為的是美國的利益 可是他毫不在意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了 因為這樣子不斷的無限上綱的衝突 最後這個衝突到幾點 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爆發更激烈的 而我們不願意看到的這種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就會越來越高了 馬謙哥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接下來如果要求商務部全面禁止出口 會影響到華為嗎 短時間之內對華為一定會造成衝擊 就是說他在晶圓設計的這個軟程式上 比如像他的EDA 或者是他在製造的EUV什麼DUV上 這個他在軟體硬體然後原料 全面的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 在短時間之內不僅僅是華為 甚至周邊其他產業都會受到影響 可是關鍵問題就是在於說 原本就原本這個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要有一條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 我所謂的半導體產業鏈 就是他要有設計 他要有這個設備 他還要有原料 他還要有化學藥品 原本不需要的 因為在全球化分工的情況之下 我不需要包山包海啊 就大家可以挑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所以荷蘭ASMOS擅長做這個光刻機 那你就去做光刻機 美國你的這個軟體公司在矽谷軟體公司 擅長做晶圓設計 那你就做晶圓設計啊 台灣的這個台積電的良率高 我們可以生產價格價廉物美的半導體 那我們就做半導體在工 這是原本的全球化分工的一個架構 現在是美國要走回頭路 你逼大陸 美國逼著中國大陸 在短時間之內也許還沒有辦法做到 可是他會一步一步的做到 你逼著中國大陸 現在接下來可能要從軟體硬體設備 一路走到這個半導體製程了 那我認為以中國大陸的這個科技的能量 他是做得到的 只是在於說你要不要逼他幹這件事情而已 那也許他做到了 他成本相對比較高 因為分工的過程當中 成本本來就可以降低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說 你是把他逼到絕境了 那他最後的反撲是 你就讓他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了 這就好像先前美國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一直在圍堵中國大陸的航天科技 就中國大陸航天科技發展 幾乎沒有得到美國跟西方國家的幫忙 但是他今天不是走出自己一條路了 他是不是自己在太空上有國際太空站了 所以當華為的這一支手機丟出來 我認為他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他的宣誓意義很大 所以相當振奮這個中國大陸的明星 所以大家都以擁有一支華為手機 覺得非常的驕傲跟光榮 但是接下來當使用者越來越多 各式各樣的軟體系統就會變得更成熟 所以現在大家講鴻蒙 講那個Harmony 也許他的Harmony OS系統剛推出來 可能還不見得運作得這麼順暢 可是當使用者越來越多 那麼接下來他一代一代的在更迭的過程當中 那有一天中國大陸也不需要Android 他也不需要Google的幫忙 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套系統 那麼接下來你就變成 中國大陸就會跟美國分庭抗理 不管是手機製造業 或者是將來他半導體產業 是不是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那麼美國就不見得能夠緊緊的把中國大陸掐死 但是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說 這是一條非常辛苦非常艱困的道路 現在是美國逼著他必須要這樣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 798 CTI 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CTI 788 C% topping A$30 C& Casis by bwd6